多给一两个例子给大家 再看一看 然后呢 我们会正一个定理 正一个定理 就是连续函数 是可计的 那你从这个定理的证明 你就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均匀连续 那那个不是 不是玩游戏为了玩游戏而来的 是它真的是有用 那个概念是真的有用 所以我们呢 才要特定的去考量 所谓的均匀 就是这个limit呢 是跟 这个limit跟那个点是无关的 那这个是第一堂 那第二堂呢 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这半个学期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事实上一直都有在提醒大家的了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星期一所讲的东西 那这里有关这个黎曼积分这个事情呢 是有一串的定义的 这些东西呢都要记着 那它的定义当然是有理由 而且也很自然 那第一个 我们考量的函数呢 是一个B区间去R bundant 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假设 或者是规范 如果不bundant的话呢 我们这个方法呢 是没办法去处理的 因为我的办法里边呢 需要用到什么supremum infremum那些东西 如果我的fx没有这个bund 或者是我们一般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是对于每一个x来说 我们都有这个f呢 这个函数值或者这个y 是活在小m跟大m之间 那我们后面的东西呢 才是对的 才是合理的 那好啊 那你会问就是说 unbound怎么办 unbound怎么办 如果它是unbound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函数是unbound 譬如说 你01 你这个是x分之一 或者是跟x分之一 那这个是unbound 在零那个地方 它就飘飘到无穷了 事实上我们是有界必去间 所以它在零那个点呢 这样子是没有定义的 我还是要给一个值 那才比较切合 你是一个函数 从01币区间去r 那这个是一回事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是一个unbound的函数 怎么办 那你们在大一 有没有学过辖积分啊 辖积分或者叫广义积分 就是来处理这个unbound的事情 是那个函数是unbound 或者是那个定义域是unbound 都是辖积分处理的事情 improper integral 所以那个呢 目前来说是题外化 辖积分是有瑕疵的积分 那黎曼积分啊 是我们要做黎曼积分 在黎曼积分之下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它有微积分基本定理 微积分基本定理是work 我可以利用这个微分 来帮忙去找这个不定积分的 处理这个不定积分 所以现在是有一点限制 但是这个限制呢 我们还是要接受 因为后面有一些好处 这些好处是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我们请愿去说 将这些辖积分给它放在一边 先处理一般的那个 所谓的 我们我叫做一般 或者是比较有局限的 这种所谓的bound的function 那在这个bound的function底下呢 我们选择就是说 将它切割 一个分割partition 那这个分割partition的定义就是 我有n加一个点 这个n是随便的 n是随便的 那反正就是一个正整数 就端点是等于 整个区域的端点 那中间是切开有限的 那所以这种设计你看看 如果我的ab不是一个有界b区间 如果我的ab是无穷远 我怎么切 我这个xn是什么 如果b是无穷远 就先切不下去啊 那同理等于会儿 我们会出现infinimum跟supremum 如果它的这个函数是unbounded的话 这个supremum跟infirmum也没有定义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在局限的范围里边去做 我们这个离曼积分 好 那有了这个partition以后呢 我就要 那有些书呢会用分号的 那这个是符号 我说这个是uppersum 上和 上和是什么 在上和之前我还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叫做xi delta xi 一般呢 delta xi是i加1减xi 可是呢 我们这里设计是xi减xi减1 为什么 是这点减到后面那点 因为后面的那些盒呢 就比较好表达 这个等于我来说 那就是等于i i的长度 这个i i呢 就是xi减1到xi所组成的那个小区间 那然后才来uppersum u 所以很多定义的 那你要花时间去记一下这些定义是什么 我会考的 那 就是delta xi 那我刚才说 这个是等于 这个就是i从1到n 如果你写i加1减xi呢 这个是i从0到n减1 就没有那么漂亮 1到n是比较顺一点 所以我们调整这个符号 where这个mi呢 是等于supremum of fx x呢是在i里边 所以是一些值 一些时数 而这个集合 这个定义就是 相当于就是说是 是一个 一个集合的supremum 这个集合是怎么样 是一堆fx 这是x在哪里来的 这xi是在 x在xi这个区间 所以呢 对照的y 就是一堆的时数 那这堆时数呢 按照我们的假设呢 它是bundant 所以supremum 跟infremum都可以找 那我们为了 为了省空间 我们呢 有时候就会在 将这个规范呢 写在下面 是这样子 那 总理呢 那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 law sum 它是小mi的和 那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就建立了几个结果 其中4.1说什么 这个lama 4.1 就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对于每一个partition来说 这些upper sum呢 都要比law sum要来的大 那这个当然不难看得见 因为大mi当然比小mi大 那然后呢 它是小于等于m的b整a 那其中就是 每一个mi事实上都会小于 这个大m 为什么 因为这个ii是整个i的一个子集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i 这个ii事实上就是ab的子集 那你一个小部分的supremum 跟一个更大区间上面的函数值的supremum a如果是b的子集 supremum a只要小于supremum b 我们有证过的 那所以不难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号 那另外一边呢 law sum又比这个minimum的b-a呢 又来的大 那对 是这样子 然后 我们还有一个 所以这个是Lemma 4.1所说的 好 还有一个所谓的 我叫Lemma 4.3 我忘记了是Colori还是Lemma了 我不管它了 4.3 它说 随便 这是随便一个partition 随便一个partition 那这里是随便两个partition 就是不同的partition 我们定义了一个所谓的refinement这个概念 那从而呢 是做出来就是 我的任何的一个partition的law sum 比起另外一个partition的up sum 都要来的小 一定小 一定小 甚至于 甚至于什么 我可以夹着 这些supremum 这些low sum的supremum 这个我叫做Lower Integral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Upper Integral 这个不等号呢 事实上是可以这样子一个循环来的 那Lower Integral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些law sum的最大值 或者是你这些law sum的supremum 那每一个law sum都是一个时数 所以这些0呢 事实上又是跟刚才一样是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的 这个范围是什么样子呢 F是固定的 是对这个partition来变 不同的partition 我们考量的是 它的所组成的law sum 那整个集合 它是bunded above 这个是我们星期一所证的 然后既然是bunded above 这个supremum就existed 所以它是所谓的well defined 它就是一个时数 那这个呢 是upper sum的informum 为什么会这种supremum跟informum 这个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说你的partition呢 当你越来越refine 越来越细的话呢 事实上它的upper sum是减少的 减少的 所以这个informum呢 有点像是最小的那个状况 就是我的upper integral 那这个low sum 最大的状况 就是我的low integral 那我们的definition就是说 f是integrable 如果我的 这个low integral 是等于我的upper integral 那这个low integral怎么来的 事实上你要从partition upper sum low sum 那才有这个 然后它的定义 那才有这个 绩分的定义 所以有一串东西 那哪一串呢 事实上是有理由的 那要花一点时间去记一下 好了 来到这里呢 我事实上已经是可以 可以做一些 再做一两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我现在呢 是考量 一个函数 x-1平方 那区间呢 是02 是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函数 当然是一个泡物线 是一个泡物线 那最高点是什么 这个点是等于1 这个我知道的 好 那 比如说我现在呢 一个partition 事实上是 我也可以用草写p 它是将它评分的 好了 我写p1吧 是平分 我考虑的是 0 1 1 1 2 3 2 5 5 好 将它分成4块 1 2 3 4 5 是这样子 那每一块的长度 当然很清楚 都是delta xi 就是等于 都是等于二分之一 那 好了 我的upper sum 是什么意思 我的upper sum 事实上就要算这个的面积 那因为有一些对称性 那但是 你看到就是说 就不见得是一定是右端点 或者是一定是左端点 你要看状况 比如说 在这一段 二分之一 最高点就是在这里 所以呢 就是取这个高度 那然后 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 二分之一到一 最高点在这里 到一到二分之三 最高点是在右端点 那然后 那然后 在二那点 当然也是 这个样子 所以呢 阿普三所表现的面积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f 就会是等于什么 就会是等于 整个和 这个和呢 就是 是等于什么 m呢 就是 1 加 这个是二分之一平方 四分之一 再加 四分之一 再加一 那这个就是 每一个小区间的mi 这个是 1平方 二分之一的平方 然后在这个区间呢 那个大mi呢 那个supremum 是这一点 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是二分之一 因为二分三减一 就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然后呢 最后 二的时候 也是 等于一 再乘以 delta xi 是二分之一 这个就是它的 这个算一算 当然不能算嘛 是等于 四分之五 Lower sum 同理是等于 小mi delta xi 每一个delta xi 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小mi呢 现在穿起来就是 那个比较小的值 是 在第一个区间 最小的值是 四分之一 然后 接下来 第二个区间 最小的值是零 第三个是零 第四个是零 四分之一 乘以零 二分之一 所以 它的 那个 Lower sum 就会是等于 零四分之一 如果我赋予一个不同的partition P2 我中间再插一些点进去 比如说 我 我每四分之一格 我就加一个点 那就是 四分之五 二分之三 四分之七 二 是这样子 那多了一些格 多了 多了四点 那所以 总共有九点 切成八格 那 我们比如说 就看第一个区间 以upper sum来说 它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 是 这个小格 的最高点就是在这里 那 然后 好 这个小格 这个小格 最高点是在这里 那 然后 下面一格 就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一格的最高点 是在这里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好 所以上面那些线 你可以横的线 就是可以盖着我的曲线的 保证了就是说 它的 那个 所组成的 这些 面积总和呢 事实上是比我真正的面积 要来的大 所以我们叫 upper sum 那这些红色的 就会是 每一个长度就是四分之一 然后 我们第一个区间就是 那个高度就是一 然后 这个点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减一就是负的四分之三平方十六分之九 好 再加 下一个 最高点是在二分之一那个地方 所以是四分之一 再加 那 那 呃 这里是 这个小区间呢 呃 是四分之三 那所以是十六分之一 好 是这样子的四个部分 所以是这里是左边四格 那右边四格 事实上是有对称性在里边 所以我事实上呢 就是重复 是这样 好 那这个 你算一算呢 它是等于十六分之十五 好 十六分之十五 那同理呢 这个 罗三呢 就会是 差不多 它是 十六分之九 再加四分之一 再加十六分之一 再加零 是 反正它就是刚好是 呃 在前面那部分看是 右端点 右端点是相当于就是说 呃 下一个区间的左端点 啊 所以这个值呢 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又用对称性 是这样 那这个算出来呢 等于十六分之七 这个十六分之七 比起我P1的罗三 四分之一 事实上是大多了 啊 那 我这个四分之五 P1的阿普三那四分之五 相当于十六分之二十 也比这个十六分之十五呢 大多了 所以 当我的partition 越来越密的话呢 我的阿普三越来越小 罗三越来越大 那趋近于中间的某一个树 啊 就像这个树 呃 呃 呃 我们当然也呃 应该是清楚的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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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二 那个数是三分之二 那个数是三分之二 哦 那 那 是不是 哦 那个数是三分之二 真正的面积 所以 area and the curve 现在可以算啊 啊 我当然是用积分来算 就等于三分之二 就相当于就是四十八分之三十二 哦 哦 所以这些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我要将这个partition 再变多 这些点再变多 再变多 再变多 大概呢 就是会接近我这个 这个真正的这个 呃 曲线底下的面积 哦 所以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law sum 跟upper sum 哦 嗯 这个是 这个函数是integrable的 哦 这个函数是integrable的 这个后面我们要来讲 好 我们来看 呃 我们事实上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定理 integrability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好 积分判别法 integrability 啊 integrable integrability 可及性的判别法 那 呃 简称 我简称是 ic 哦 嗯 他说什么呢 是说 f是integrable 弱且微弱 随便一个epsilon大于0 我都找到一个partitionp 啊 不写那么多了 使得呢 我的upper sum 跟low sum upper sum本来就大于low sum 但是呢 现在我说 它大 但是 就是大一点点 意思就是说 它们都接近 这个 upper integral跟low integral 就是大一点点 它本来就是要大于等于0的了 这个是一定对的 哦 那现在呢 我说它可以差异可以任意小 那呃 我已经讲过了 事实上 这个等价于因为 我们 这些 这是law integral 是一个supremum 啊 所以它很接近某一个实际的law sum 这个也是很接近一个实际的up sum 那 呃 既然都接近的话 你 你做一个 做一个三角不等式 你大概就知道 就是说 他们啊 那个差异就是 可以保持到 可以控制到任意小 哦 我们用这种语法去讲它的 那 呃 你可以看看就是 从这个方法来说 呃 我们的 考量的 这个第二个例子 哦 考量这个可击这个事情 好啊 我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好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让大家来 来 我先举这个例子好不好 先举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比较熟悉 就是 第二个例子 好 我已经讲过一两遍了 哦 我们在连续函数的时候 都有讨论这个函数 就是f f呢 f呢 是从 01 去阿楼的 然后f是 只有两个值 一个是1 一个是0 那 当它是 有理数的时候 就是1 当它是 无理数的时候 就是0 好 这样子的 我们叫它是 terially function 啊 嗯 你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它呢 这个函数都是不可记的 换句话 它的面积呢 是 是不行的 你从最原始的方法去看它 从基本定义去看它 原来呢 我们说 integrable是什么意思 那个定义呢 是 lower integral 等于 upper integral 现在呢 我们加了一个等加的定义 啊 这个等加定义 我们将来会 还会再加 我们在这一章呢 完结的 起码有四五个等加定义 啊 那 呃 现在呢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去判断 积分 是不是 这个函数 是不是可记 这个事情 来判断这个呢 是 是重要的 啊 使用这个例子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真的是有一些函数呢 是不可记的 不要 不要就是 想当然啊 什么函数我都记得出来 不是啊 那呃 呃 我们讲这些函数的面积出来呢 是 有问题的 好 这些在有理书的时候是等于零 呃 等于一 五理书的时候呢 是等于零 所以是一堆点在上面 一堆点在下面 那 你用 呃 我们的基本定义去看它的话呢 呃 是 随便一个petition 事实上 那个道理呢 都一样的 你这个uppersum是什么 它定义呢 就是等于 mi delta xi 好 那 你的值 可是你的函数值是要只有0跟1 而 因为 我的 有理数到处都有 我是稠密的 它是稠密的 所以你怎么怎么切 你都可以找到一个有理数 一个无理数 换句话说 你的mi永远都是1 因为有理数是dense 无论你的区间切的多小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等于 好 等于 等于 整个 这个隔间 这个分割的 那个线段的 总和 总和当然就等于 总的长度嘛 我这个区间的总长度 就等于1 好 那 那 同理我的 我的 我的 Law Sum呢 它是小mi delta xi 而这个小mi呢 你在每一个小区间 都一定有 无理数 无理数 而这个无理数就是0 函数值就是0 所以这个小mi 所以这个小mi就是0 那你加多少个这种0 都是0 所以我只有这样子的一个 那 所以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这个Law Integral 事实上 两个都是用这个 两个方法都是用这个参考这两个 第一个参考就是Law Integral 是什么 Law Sum的Supremum 可是Law Sum 无论你怎么切 Law Sum就是0 所以呢 你切出来那个Law Integral 你这些0的Supremum 也是0啊 是这样子 那 然后 我的 Upper Integral 是Upper Sum的最小值 但是我无论我怎么切 这个Upper Sum都是1 所以 这个最小值 或者这个Infirmum 是什么呢 还是1 没得变 不能再小 是不是 所以就不相等啊 这两个不相等啊 所以 不可记 我们利用那个Integrability Criterion 也是一样 你看到就是 这个Upper Sum 减去这个Law Sum 不是就是等于1吗 对于每一个Partition来说 一定就是1嘛 因为Upper Sum一定是0 Upper Sum一定是1 Law Sum一定是0 可以任意小吗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这个For all 所以 如果我令Epsilon是等于1分之1 你就没有了 没有一个Partition 是的 有一个Partition 有这个效应吗 有一个Partition可以满足吗 有一个Partition可以满足吗 没有啊 有一个Partition可以满足吗 没有啊 就是F是NOT Integrable 为什么 因为我的Integrability Criterion 我找到一个不能满足的状况 所以它就不会是Integrable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告诉大家 是 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on 是怎么用的 第三个例子 我有一个图的 比如说 只有1、2吧 这种的 这个 这个是一个不连续的 一个函数 如果你的Partition切得好的话呢 事实上是 是 蛮简单的 但是要很小心 小心在于就是 我这个二分之1这个点 有没有值 我当然要给它值嘛 对不对 你是一个函数 在一个B区间上面 那这个值 放在左方跟右方 我的意思是说 放在下面跟放在上面 就有差 譬如说 我放在上面 我下面空的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 二分之一就是一个点 那你看到就是 如果我譬如说 我的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我的P是等于 3点 0 二分之一 是这样子 那我的Upper sum跟Law sum呢 事实上是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呢 想要的面积呢 结果不是的 为什么 就是这个Upper sum Law sum比较好做 你在大部分 都是等于1 只有一个点等于2 所以呢 你的在这个区间上面的值的Infirmum 就是等于1乘以一半 再加2乘以一半 这个是所谓的小Mi Delta i 这个M1的 这个M2的 所以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2分之3 1.5 但是你算这个Upper sum呢 Supremum of这个所谓的M1 Delta 1 再加M2 Delta x2 你的大M1是什么 我说大M1等于2 是不是 大M1等于2 然后乘以二分之1 再加大M2也是2 所以呢 整个来说 Upper sum跟Law sum 还是有一点的差距离 所以它的面积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理论 是这样子看的 你要怎么样子设你的 你的这些Partition 尤其是譬如说我要用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去看它的话呢 是怎么设 我要这样子设的 给定了 给定了 我可以这样子设啊 我叫N分之一 我不是分三点像这个 我分 四点 其中这两点呢 很靠近二分之一 一个在左方 一个在右方 那 这点呢 是叫左方的 就是二分之一 减N分之一 N 我预计是个大数 那 右边是二分之一加N分之一 然后二 那这个是一个合法的Partition 是不是 这个不是二 这个是一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Partition 那 我的 那 出来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况 那你在左方呢 在第一格来说 无论Partition 跟Partition 都是一样的 右方 无论Partition 都是一样的 所以事实上呢 差异只在于中间 那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 去运算 这个Partition 减去Partition 那个差异是多少 我没有必要去直接算它 如果我只是要判别它的面积是多少的话呢 它是不是可积的话呢 我不需要去仔细去算这个Partition 或者是这个Rotition 我看这个差异就好了 这个差异 当然就是等于中间的这个长度 是N分之二 中间这一格的距离就是N分之二 乘以它的Supremum 减掉小M二 那合起来什么 就等于N分之二 那如果N是一个大数 那是不是就是 我可以控制它 就是它可以小于任何的Epsilon 所以我就是 所以我就是 那这个叫做Pn 是一个数列来的 是一个数列 以赖于这个N 是一个Sequence of Partition 那只要我选出一个大N 比起这个Epsilon分之二大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保证呢 就是它的Upper Sum 小于Law Sum 它就是等于 它是等于大N分之二 而这个大N分之二 这个设计呢 就要小于Epsilon 是这样子 那 所以 它就是Integrable 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a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 一个第三个例子 就是在某一些地方 尤其是在某一些跳跃点的话呢 韩书的跳跃点呢 事实上我就是要 弄一个小区间 去将这些 我要弄一个小的Petition 要弄一个小区间 就将这些麻烦的点呢 给它处理掉 而这个区间呢 是很窄的 所以呢 它就是说 无论是上核跟下核 事实上贡献不大 影响不大 是这个意思 那就 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a 就做成 所以我们今天呢 举了几个例子 让大家能够 更 了解我们这些积分 算这些什么 Upper sum law sum up integral 是怎么算的 那然后 我们怎么用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a 那最后呢 我们 还是回到理论的部分 就是 有什么等加的条件 然后 哪一类函数 是可记的 那 休息回来呢 我会给 一个例子给大家 然后呢 让大家 那个例子就是连续函数 我刚才有提过的 连续函数 是可记的 那用的资料 就是要用到 那个 uniform continuity 然后我们就 就回去复习了 好 我们先brea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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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